他们是对能干的盲人兄弟 他们是对讲信义的盲人兄弟 一时十一年还清债 人家签救人不能扔救人 现在他们生活的怎么样 又有什么新的愿望 这是我们想也不敢想的事 我和春天有个约会系列节目之 春暖盲人两兄弟 即将播出敬请收看 打着火把上学的孩子 独臂的挑夫 借着绳索捡垃圾的放声工 如今他们生活的还好吗 十路记者跨越九个省市自治区 行程一万多公里 走机层再回房 倾听民生民意 访代表问委员搭建两会桥梁 CCTV7两会特别节目 我和春天有个约会 2011年夏天 我认识了安徽迸部河北村的盲人兄弟 老大孙新月五十岁 先天失明 老二孙新武四十六岁 十三岁时因清光眼失明 为了让母亲和养女过上好日子 他们养过鹅 养过鸽子 养过猪 2001年 他们与人合伙养鱼 不仅投入了所有的积蓄 合伙人还出面向别人建了七万六界缘 而这次 他们却经历了从未有过的惨痛 把所有的钱全部债掉 全部赔掉 堂弟 跟我们一起去做事 走到弱呢 就是出社会呢 也 债到那弱再死了 债主纷纷找上门来 同情他们的村民 私下里劝他们别人让 因为欠条并不是他们打的 但是兄弟俩却毅然承担了这些欠款 但是我那个团地打的调的 全部重新写 点调的感觉 深迅远 兄弟俩 这样欠的债 为了尽快还钱 他们又开始学酿酒 学按摩 付出了比正常人不知多多少倍的努力 终于在11年后的2012年 还满了所有的债 被当地人称为信义兄弟 这里是邦布市河北村 盲人两兄弟就住在这个村子里 那么还完债的两兄弟 他们生活现在过得怎么样呢 又有哪些变换呢 走 我们去看看 欣赴大哥 欣赴大哥 你好 老师都要才进的 小刘还进来 我先进走 你好 小刘你好 那现在就是还完债了 我看你们怎么样 现在日子过得跟以前比的话 比以前好得太多 比以前好得多 兄弟俩说 无债一身轻啊 他们现在满脑子想的 就是怎么让家里的日子 一天天的变好 弟弟孙亲武 主要精力都放在了盲人按摩店里 晚上他又回到按摩店忙活开了 我已经请了四人 那你现在是老板啊 那应该现在不错吧 春露 方便说吗 就按摩家 这弟弟呢 吃到了四千万 那不错了 对 大哥孙心悦 主要精力都放在养鱼上 最近他还有一个新身份 他是我们这个车里带着养鱼 带头人 我们的鱼 全场的头弄都挺大鱼 那头脑子灵活啊 好啊 他弄的嘛 他都弄得有条件大的 河北村有三十多户人养鱼 一个残疾人 竟然能得到这么多人的肯定和信任 我真替孙心悦大哥高兴 这不一大早他就打算去一个锤钓中心取取经 钓鱼协会的主席 多次到门来问我 就这样以后想跟我们来合作 他来看了以后 他是不是觉得你们条件不行 不行啊 不行啊 我们你想学着大家自己的年少 以后就是想干个推荐 比以前普通鱼 那挣到四倍 只只只六倍 你去过那个地方吗 没去过 没去过 打天啊 可是他俩毕竟什么都看不见呢 我不放心 决定也一块去 你们坐坐车 坐公交车 兄弟俩对村子附近的公交车站都很熟悉 我们顺利的来到了车站 上了车 一些好心人马上给兄弟俩让坐 你们出去是不是经常也很多人都给你让坐 坐坐坐 坐了五站地下了车 可是周围根本看不到吹掉中心的影子 孙兴悦打电话过去也没人接 想问人周围也没有人 这可真仇坏我们了 小心啊 这有专头 我没有好 不是 如果平时没有人家怎么办呀 反正就走慢 走慢一点 带着兄弟俩四处找了半个多小时 才看到了吹掉中心的牌 如果我没有来的话怎么办呀 你们怎么找啊 没有来的话时间要等啊 时间要长 你就等到有人 等到有人说成了 才问啊 慢点 左手边有一个下去的一个小台阶 你好 见到垂钓中心的负责人 老大孙兴悦迫不及待地取起了筋 这个是这样 好 来我来看看 那你小心点 好 好 你先把这个 留个银没五块 留个银没五块 对 你没有一块 人家钓鱼就好处 钓鱼的来了 你怎么 你这是多少钱 你 十二 哦十二 哦那是相高 相当高的利润 哪个类型的鱼 适合那个 就是吹钓人员 寄鱼 最容易吹钓鱼 最容易吹 寄鱼变化 深处黑暗 却四处奔走 为的是追求更好的生活 自己的事 我们自己要去忙 忙人兄弟的愿望 能否成真 请继续收看 我和春天有个约会系列节目之 春暖忙人两兄弟 经过考察 兄弟俩获益匪浅 出了一趟不容易 这几天正好是放鱼苗的时候 老大孙兴悦决定 去附近的一家鱼厂买鱼苗 鱼苗的健康与否 关系到一年不收成 作为村里养鱼带头人 他要亲自去替大家火跳 气质要好一点 要是那个标水要好一点 你没有看不见怎么能看呢 我们是摸的摸的 能摸的出来 对 能摸的出来 这鱼技能是不错 这里都水里的换 对对对 换一点 三叔你看看 你摸吧 看这个鱼 草鱼 这个是草鱼 混的 这样的 这是五草 天花 你看这两个品种 我这个是鲤鱼 你手上这个是鲤鱼 对 这个是鲤鱼 这是白鲤 我闭着眼睛 我摸我真的感觉不出来 这两个鱼有什么区别 其实能摸出鱼的品种不算什么 在去年的节目里 孙兴岳大哥 他给我们展示了 靠纹和摸 判断鱼生病的绝活 这个鱼是鱼 你看这尾巴都火呀火呀 不整齐了 另一条鱼 孙兴岳判断是别的病 这是鱼皮 鱼皮病 对 你怎么知道 你看这一环 鱼已经掉了 鱼已经掉了 你看那鱼怎么样 现在这个换食程度可以吗 这个鱼的表皮都好 做出以后 白鲤你要放来讲 你鱼有点大了 所以你让它这样 大产量你上不上去 就价格方面 价格你怎么讲 四块 对 这么大了能不能到便宜 吃蛋了 吃蛋了 肯定就会了 现在只有两个 又三个 经过一番逃价还价 孙兴岳谈好了价格 老板还答应 免去他们村 所有人的运费 今天兄弟俩买了 连鱼草鱼 五昌鱼 够一千斤 车缸时尚去往鱼塘的路 就走不动了 前两天下了雪 路一片泥泥 运鱼的车陷进了泥里 这里距离鱼塘那 还有两公里呢 马上了 在这个技术方面 太辛苦了 今晚的车做不动了 我们这样的 都不这样的 太多 还没到鱼塘 车子就停了下来 大伙开始 把鱼苗捞了出来 要排进去 村里的鱼塘 全都集中在一块 通往各家鱼塘的路 也就够一个人通过 车子根本进不去 一千斤鱼苗 只能通过人力 一点点运过去 要想尽快抬进去 就只能排干水后抬 由于路窄 只能两个人抬 每次最多 也只能抬一百斤 但是如果排干水 就必须加快速度 把时间控制在 十分钟以内 否则鱼苗就干死了 到兄弟俩的鱼塘 大约要走五百米 这么难走的路 我本以为 看不见的兄弟俩 会请村民帮忙 但是出乎我的意料 他们是亲力亲为 虽然前边有村民带路 可我的心 还是提到了嗓子呀 没事 把你扛吧 这端子太难走了 你不能抬 我怎么不能抬 你能抬我就能抬 我看着真的是觉得很悬 难一点是叫我们走光 本身觉得农村长大的 徒生徒长的 但您看不见 这个路太不平了 太窄了 刚才那段路真的是走得心惊胆战 也就那么宽 而且崎岖不平 两边都是深深的鱼塘 真的是难以想象 他要扛得上百斤的东西 而且看不见 要走这么一段路 太难以想象了 太不容易了 弟弟孙心武 因为要打理按摩店 鱼塘来得少了 路也有些生疏 磕磕绊绊了多次 看着他们忙忙碌碌 我心头一热 这就是为什么 尽管山有残疾 他们始终得到 大家的尊敬和信赖 我们就要是自己的事 我们自己要去努力 不能依赖别人 依赖别人以后 你干什么事都干不成 鱼苗挑到了鱼塘 慢慢放进水里就行了 这样慢慢的放是吧 对 得搬多少次啊 来回要到这把子 必须要修 修什么 把这个鱼塘改造好 路都给它修筒 不但我们 用鸡的浪里 就减轻劳动力 家里来钓鱼的提供方便 一千斤鱼苗 让孙新月兄弟俩 足足忙活了一下午 这更让兄弟俩 坚定了改造鱼塘的决心 顾不上休息 他们马上召集了 村里的养鱼户商量 如果吹掉 如果终于要搞好了 你的手足 能犯个急犯 路不好 你这进不来啊 对 路呀进不来啊 看来鱼塘的路 让大家伙都不满意 可不是吗 整个村子有近三百亩鱼塘 这改造费用得多少啊 该如何合理的分摊呢 尤其在这乡之东面 这一片 没有到我们汤口 这一片路 凡是我们有鱼塘呢 我们都平均 来帮这个拿钱 来帮这一单 对对对 把这一单 然后呢 到每一个人的汤口 自己负责 自己负责帮自己的汤口 帮这汤人都给讲了 你们大家 都可以 就这样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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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兄弟俩的提议 得到了大家的赞同 如果改造 孙兴悦兄弟俩 得投入多少钱呢 我们家的那一个汤口 四十多亩 至少的要到十万 那您自己能投入多少钱 我自己只能拿个 五万块钱左右行 才到五万块钱要借 我有些吃惊 兄弟俩好不容易还完债 日子刚刚好些 他们又要重新 过负债的日子吗 钱有 给他家里不能顺值 然后我们投入到世界上 世界干好了 钱都顺值呀 我们想扩大 想继续的能挣钱 孙兴悦兄弟俩的胆识和勇气 让我钦佩不已 第二天一大早 盲人兄弟俩就带着乡亲们 开始改造鱼塘的路 我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 尽管身体残疾 尽管又再次复战 但是这对盲人兄弟坚信 他们的明天一定会更好 这时孙兴悦又告诉我一个好消息 不久上来我们就要搬进新房子住了 马上有新房子 对对对 那不可能又树实了 我们再来又盖了新农村 那你们去过吗 我们没去过 我们还准备 目前想去看看 想去看看 兄弟俩母亲以及养女一家四口 仍然挤在这间三十多平方米的房子里 能住进宽敞明亮的房子 一直是他们的心愿 即将搬迁的新家会是什么样子呢 在得到有关部门的批准后 我决定和他们一起去感受感受 看新房 兄弟俩最关心的是厕所和厨房 这个是厕所 这个对面很大 不小不小 家里在卫生间 是不是现在就洗澡 都还没都不方便 像这样卫生间里面可以装 那个热水器 可以装那个浴霸 浴霸 浴霸 浴霸在这边 往下来 门大吧 不小 就跟城里的房子一样 对 这个是厨房一样的 这是我们小也不敢想的事 现在我们要小 现在我们敢想 现在我们敢大 现在我们敢大 这是我们栏目啊 就是特意给您带来的两句羽绒服 采访结束的时候 我也代表我们栏目送上了祝福 奶奶你确认是什么 谢谢 谢谢 真好的 真好的 真正好 就是 老虎吗 老虎 老虎 是老虎 是老虎 老虎 老虎送给你们的 谢谢 谢谢 祝愿你们日子过得红红红火 谢谢 谢谢你们 祝愿祝你们的这个工作 有办法也好 当地政府和爱心企业 也给他们送来了支持 哎呦 谢谢 哎呦 谢谢 对你们世界很感动 谢谢 谢谢老虎 谢谢方总 谢谢方总 我们政府呢 把它列入了五宝库 对救助 在这方面这块呢 几年前吧 五六年前吧 我们就给它提供了些 无息代砍 这个大概有两三万块钱吧 这近年来 他们按期还 我们呢 再给它再续代 一直给它再坚持下去 去年继续给它 继续代感支持 通过我们代感支持 他们有意地发展了这个愉悦生产 兄弟俩呢 这个双穆斯民 在这种情况下 靠自己的奋斗 去争取幸福 这种精神 这个 让我们更多的健康人 都应该受到感动 一二三切子 据了解 目前在我国八千五百万残疾人中 像盲人兄弟这样 处于就业年龄段的 约有三千二百万 据中国残联统计 过去五年期间 中国残疾人就业率超过了百分之五十 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 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水平 政府和社会各界 对残疾人就业问题高度重视 国务院这个福音开发工作电视电话会 在这个会上 回来玉副总理的讲话里头 专门的讲了一段 就是要重视和支持残疾人的福音开发的问题 由于残疾人的问题比较突出 无论是在规划上 还是在政策措施上 现在就有一些单独的考虑 现在最主要的一项政策 就是有一个面向残疾人的扶贫贴 原来福音贴息贷款是三千万 就财政贴息是三千万 它可以带动的资金的规模 它是按照百分之 对企业是百分之五 对农户是百分之三 这样一个贴补率 来相应的带动现在资金的去年 就又加了三千万 就现在加到了六千万 所以今后我们在这方面 还会进一步加大力度 包括我们开展贫困识别 都要把这个残疾人做单独的等级 就是也是为了今后 复兴措施能够更好的体现它的职位性 残疾人包括他的这个自身的自强和自信 让我也很感动 我们大家更要关注他们 而且社会要应该给他们更多的福利 包括给他们更多的机会 就有机会 包括一些社会便利的 一些这个设施的建设 我们都会大把手 都会有一点一个笑容 或者温馨的祝福 我觉得现在中国的那个直善事业和动员这个社会资源的能力都已经增加了 我觉得公益事业可能越做越好 在采访中盲人兄弟总是给我带来了惊叹和感动 我为他们虽然残疾却无所不能而惊叹 也为他们的乐观与坚韧而感动 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改变了自己的生活 他们的举动犹如玉璃温暖的阳光 照亮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 让我们相信只要坚强乐观诚信 即使身体残疾身处逆境 同样可以创造美好的明天 黄沙黄泥水 他们过着缺水的日子 水井水轿供水点 用水难题渐被破解 新春衣食两会召开 缺水的百姓还在为水发愁吗 房子里面也是空无一人 他们的生活有了哪些改变 敬请收看 我和春天有个约会系列节目之 游水幸福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